當年甜蜜恩愛 如今卻連見面都會尷尬的 影后妮可奇曼 以及巨星湯姆科魯斯 現在經過16年後 關係似乎正在修復當中 因為澳洲媒體就爆料 阿湯哥想再與妮可奇曼合作 阿湯哥最近主動聯繫了妮可奇曼 想與前妻探討合作一部 還沒有正式訂名的新作品 愛情戲 就連妮可奇曼聽到時 也非常驚訝 回顧經典電影大開眼界裡的情節 好萊塢巨星阿湯哥 以及妮可奇曼 感情過去也是近期奔馳 毫無限制 兩人1990年卷入愛河 結婚領養兩個孩子 還多次在雙醫會上 一同亮相曬恩愛 不料2001年 兩人感情卻因為個性不合 為理由劃下了句點 妮可奇曼多次想要挽回阿湯哥 仍然被打回票 其實阿湯哥2012年與凱迪和穆斯分手後 與妮可奇曼之間的關係就已經有所緩和 兩人最近也對孩子戀情上意外有之一同 似乎不再為過去的事情有所遷就 如今妮可奇曼與先生凱斯惡本感情甜蜜 阿湯哥則是恢復單身漢 但兩人能否破冰變回好友 也讓外界拭目以待 記者掛向乖妮 看不到